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ne 今天這影片是要跟你們分享這兩個 一個是Sophina的妝前控油產品 那另外一個是新出的Maybelline 今天呢要把他們各上半臉來做PK 因為還蠻多人好奇說哪一個比較好用 那我現在聲音這麼低沉呢 是因為我現在剛睡醒 然後我還沒開嗓 好 話不多說我們趕快看下去吧 首先呢可以看到Sophina是呈現一個粉紅色的 那Maybelline的話是有一點膚色白色這樣子 然後兩罐聞起來的味道呢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像那種防曬的味道 那兩個也都是非常好推開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直接上在臉上 那這邊使用Sophina的 然後這邊使用Maybelline的 那要夠上半臉我就會塗在臉頰 鼻子也是上半邊 Sophina它用起來就是 呃...很好推開 就是 延展力還不錯 剛上完呢也就是會讓你的臉變得很清爽 OK 可以看到就是 我覺得Sophina它們家有微微的潤色效果 因為是粉紅色 那我的皮膚又是比較蠟黃的那一種 然後接下來是上另外一邊 Maybelline的 我覺得Maybelline的比Sophina的還要再更水一點 它就是一個非常好推開的東西 跟Sophina比的話 我覺得它 延展力比Sophina好 好 那現在兩邊摸起來的話都是 還蠻清爽的 那接下來我今天要用的底妝呢 是這個 Eduhaus Double Lasting Foundation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夏天使用它的持妝效果會怎麼樣 那剛好今天就搭這個底妝 一起測試一整天 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完成底妝 然後跟大家講時間 因為 我現在要趕著出門 那我現在底妝畫好了 現在時間是9點05分 9點05分 那 待會呢會有一點點小小Vlog 因為我要跟Ru去陽明山 我還沒有去過欸 好 那我們 待會過幾個小時後 再見喔 哈囉大家 現在時間呢是11點57分 距離我剛上妝大概過了 三個小時了 我們進看一下妝容 鼻子有點微微的出油 那這邊一樣是Sophina 這邊是Maybelline 那我覺得臉頰這邊啊 這一小塊 那Maybelline有一點點的出油 然後Sophina還沒有 所以經歷了三個小時 然後有流汗 然後我有睡了一下覺 現在妝容帶就是這樣 那額頭的部分的話 就差不多 鼻子也是兩名 都是一點會出油 只是說這邊 有一小部分這邊 Maybelline出了一點油 然後下巴 喔我現在流汗 好 所以那待會我們就要準備去陽明山了 好 哈囉大家現在的時間呢是 兩點每一分 距離我剛上妝的時間呢 已經過了五個小時 然後剛才就是在戶外走 所以一直流汗 那進看一下 其實跟剛才的妝容 跟剛才的樣子是差 那一樣是額頭 鼻尖 鼻子這邊有點出油 那這兩頰這邊還是OK的 只是說剛才像 三個小時的時候 這邊有一點點出油 那這邊也是還沒有 鼻翼的話 這邊 鼻翼的話 我覺得Sophina這邊 有一點卡粉 可是 Maybelline這邊沒有卡粉 只是說有油光而已 他們現在唯一的差別 就是鼻翼旁邊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兩邊都維持的算還不錯 那我們晚點再看一下 哈囉大家 現在時間呢是6點54分 距離我剛上妝的時間 那已經快十個小時了 然後我們進看一下妝容的邊 其實鼻子應該還蠻明顯的就是出油了 就還蠻油的 然後 額頭就是還OK 所以主要還是鼻子啦 因為我其實我今天完全都沒有補妝 也沒有用面子去吸油洗澡 然後剛才下雨 我這樣被雨潑 然後又流汗 所以 其實到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 他妝其實維持的還蠻好的 只是說 Maybelline這邊啊 會比較油一點點 那其實他這邊也是微微的出油 其實比較起來我覺得 Maybelline的這一塊 會比較油一點點 對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到目前為止啊 經歷了快十個小時 我都沒有補妝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他們兩個真的都是維持的不錯 那今天會測試16個小時 所以我們晚點見 哈囉大家 現在時間呢是9點12分 距離我剛上妝已經過了12個小時喔 我們來看一下 鼻頭出油的狀況就是一樣 蠻有的 但是沒有因為出油就斑駁或是顯毛孔 都沒有 那 松鼻拿這邊還是有一點點卡粉 那臉頰出油的狀況是還好的 Maybelline這邊的話 其實我剛剛照鏡子 發現這邊有一點點的掉妝 然後 鼻翼旁邊沒有出油 沒有 沒有卡粉 那上面的部分的話出油其實是蠻平均的 整臉看起來妝效還是挺OK的 就是一些細微的出油跟 一滴滴的卡粉 鼻翼旁邊一滴滴 其他臉都是沒有卡粉 斑駁或浮粉都沒有 那這樣12個小時 其實真的 兩個 都還蠻好的 等16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那我剛才去屈城市 看了一下Visei的新品 這是它的眼影筆 我覺得使用起來很顯色又很滑順欸 大家可以去摸摸看 那我們最後晚點見 我們現在呢要來吃宵夜 吃宵夜 然後待會給你們看一下我們吃 哈囉大家現在時間呢是 1點49分 距離我剛上妝的時間已經過了 16個半小時 然後呢我的鏡頭剛摔到 所以它沒辦法拉近拉遠 那我就自己拉 可以看到就是 鼻頭的地方就真的都是蠻油的啦 不過我是一整天 因為這邊流了很多汗 然後淋了雨 都完全沒有補妝 我也用 沒有用面子去吸 所以整臉就是 一整天下來 然後 這邊也是微微的出油了 Maybelline這邊 一樣 就是這邊有點掉妝 然後 應該就是差不多 所以我額頭也是 有一點油油的 現在整臉是呈現一個 奶油肌的狀況 那我來 總結一下好了 其實我覺得它們兩個 表現的都還不錯 那假如說硬要比的話 我覺得 Sophina的潤色效果 會比Maybelline好 然後水潤的程度的話 Maybelline又比Sophina好一點 價錢的部分的話 Sophina比Maybelline便宜 還有就是防曬係數的話 Sophina比較高 不過我真的覺得它們兩個 都真的不錯 那 假如問我說 那要選哪一個的話 我可能 還是會 比較喜歡Sophina多一點 因為 我覺得Sophina出油的速度 會再比Maybelline 還要再慢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它們兩個 還不錯的地方就是 出油之後 我的臉都沒有卡粉 或是浮粉 斑駁 都還OK 所以那就是 我一整天的測試影片 那粉底液的部分的話 大家就是這樣一整天看一下 其實粉底液 持妝也是還不錯的 然後 這碗粉底液我真的還蠻喜歡的 我現在 非常的想睡覺 所以我覺得我有點 神志不清了 好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見 掰掰